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年来 陈家慈片区进行微改造 对小梅大街进行一番修补 开展旧楼宇的下水道排水更换改造 市政道路以及人行道的改造 包括三线整治 再结合旧楼宇加装电梯等等 进行多个项目同时开展进行改造 那使小梅社区焕发新的活力 陈姨今年七十多岁 住在小梅大街一栋居民楼的酒楼 腿脚不好的她平时下楼要花上十分钟 今年农历新年前 她家的电梯加装好了 从此出门就更方便了 有条件那些就出去买电梯楼 跟那些有电梯楼的那些子女住 没有条件那些就只在慢慢爬楼梯了 是吧 但现在你一装到电梯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不用去想那些了 用买两方的钱 是吧 我可以搭到电梯了 你说我们多幸福啊 在街角处还建设一个林里花园 通过浮雕和石碑 讲述康王禄的来历 以及名将康宝毅 保家卫国的故事 书画社以及我们辖内的明星动漫公司 进行一起研讨设计 进行创作一起共建的一个林里花园 白天的小梅大街宁静舒适 到了夜晚 花灯初上 大小十字陆续营业 这里摇身一变成为年轻人的欢聚地 展现别样的风情 你先看 dah一看的 working 或许的话 大家可以变成为我在讲运文静 对于上运文静音 我们下识一讲的感觉 大家请不吝点赞 订阅